哪里有错,我看看,哦,这里,太厉害了,好,等一下告诉你叫什么名字,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Train Q-Learning 的一些Tips,那在作业里面当然是会要求你implement某一个Tip,那你等一下就看看哪一个Tip是你觉得最简单的。 好,那第一个介绍的Tip叫做Double DQN,好,那为什么有Double DQN呢?因为在实作上你会发现说Q-Value往往是被高估的。 那下面这几张图是来自于Double DQN 的原始的Paper,那想要显示的结果就是这个Q-Value往往是被高估的。 那这边就是有四个不同的小游戏,那横轴呢,是那个training 的时间,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个巨尺终于在变的线就是这个Q-Function 所 estimate 出来的,对不同的State estimate 出来的平均的Q-Value。 就有很多不同的State,每个State你都 sample一下,然后算他们的Q-Value,把它平均起来,就是红色这条线。 那在training 的过程中呢,会改变,但是它是不断上升的。为什么它是不断上升?因为很直觉,不要忘了Q-Function是dependent on你的Policy的。 你今天在认的过程中你的Policy越来越强,所以你得到的Q的Value会越来越大,你得到的在某个State,同个State,你得到的Expected Reward会越来越大。 所以General而言,这个值都是上升的,都是上升的。 好,但是他说,这个是Q-Network估测出来的值,接下来你真的去算它,那怎么真的去算?很容易啊,你有那个Policy, 然后真的去玩那个游戏,你就可以真的去算,就玩很多次,玩个一百万次,然后就真的估说,在某一个State,你会得到的Q-Value到底有多少。 你会得到说在某一个State,你接下来采取某一个Action,你接下来会得到的Reward,Cumulated Reward的总和是多少。 那你会发现说,实际的值跟估测出来的值,估测出来的值是远比实际的值大的。 在每一个游戏都是这样,都大很多。所以他今天要Propose的DoubleDQN方法就是,它可以让估测的值跟实际的值是比较接近的。 那我们还没有讲DoubleDQN的方法,但我们先看看它的结果。蓝色的,会据此状的线是DoubleDQN的Q-Network所估测出来的Q-Value。 那蓝色的是真正的Q-Value,你会发现说它们是比较接近。 那还有另外一个有趣可以观察的点是说,你会发现用DoubleDQN所估测出来的Q-Value,都比,就是说估测出来的就不用管它,用Network估测出来就不用管它,那比较没有参考价值。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Cumulated Reward,用DoubleDQN得出来的真正的Cumulated Reward,在这三个Case都是比对来的DQN高的。 代表DoubleDQN认出来的那个Policy比较强,所以它实际上得到的Reward是比较大。 虽然说,看那个Q-Network的话,一般的DQN的Q-Network虚张声势,高估了自己会得到的Reward,但是实际上它得到的Reward是比较大。 好,那接下来就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Q-Value总是被高估了呢? 为什么Q-Value总是被高估了呢?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想想看,我们实际上在做的时候,我们是要让左边这个式子,跟右边我们这个Target,越接近越好。 那你会发现说,Target的值啊,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射的太高。 为什么Target的值,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射的太高呢? 因为你想想看,在算这个Target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是说,看哪一个A,它可以得到最大的Q-Value。 就把它加上去嘛,就变成我们的Target。 所以今天假设有某一个Action,它得到的值是被高估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四个Action,那本来其实它们得到的值都是差不多的。 它们得到的这个Reward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在Estimate的时候,毕竟是个Network,所以Estimate的时候是有误差的。 所以假设今天是第一个Action,它被高估了。 就假设绿色的东西代表是被高估的量。 它被高估了,那这个Target就会选这个Action,然后就会选这个高估的Q-Value, 来加上RT当作你的Target。 如果第四个Action被高估了,那就会选第四个Action,来加上RT,来当作你的Target Value。 所以你总是会选那个Q-Value被高估的,你总会选那个Reward被高估的Action, 当作这个Max的结果,去加上RT当作你的Target。 所以你的Target总是太大,对不对? 那怎么解决这个Target总是太大的问题呢? 那DoubleTQN它的设计是这个样子。 在DoubleTQN里面,选Action的Q-Function, 跟算Value的Q-Function,不是同一个。 今天在原来的DQN里面, 在原来DQN里面,你重举所有的A,把每一个A都带进去, 看哪一个A可以给你的Q-Value最高, 那你就把那个Q-Value加上RT。 但是在DoubleTQN里面,你有两个Q-Network, 你有两个Q-Network, 第一个Q-Network,决定哪一个Action的Q-Value最大。 你用第一个Q-Network,去带入所有的A,去看看哪一个Q-Value最大。 那你决定你的Action以后,实际上你的Q-Value是用Q-Pine所算出来的。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避免over-estimate的问题呢? 因为今天,假设我们有两个Q-Function, 假设第一个Q-Function,它高估了它现在选出来的Action-A, 那没关系,只要第二个Q-Function, Q-Pine,它没有高估这个Action-A的值, 那你算出来的,就还是正常的值。 那今天假设反过来是Q-Pine高估了某一个Action的值, 那也没差,因为反正只要前面这个Q, 不要选那个Action出来,就没事了。 这样,这个就跟行政跟立法式分立的概念是一样的。 这样,大家了解吗? 这个Q,它只能够提案,它不能够执行。 Q负责提案,它负责选A。 Q-Pine负责执行,它负责算出Q-Value的值。 所以,今天就算是前面这个Q做了不好的提案, 它选的A是被高估的。 只要后面Q-Pine不要高估这个值就好了。 那就算Q-Pine会高估某一个A的值, 只要前面这个Q不提案那个A, 就算出来值就不会被高估了。 所以,这个就是DoubleDQ-N神奇的地方。 然后,你可能会说哪来两个Q跟Q-Pine呢? 哪来两个Network呢? 其实,在实作上,你确实是有两个Q-Value的。 因为一个就是你真正在update的Q, 另外一个就是target的Q-Network。 你其实有两个Q-Network,一个是target的Q-Network, 一个是真正你会update的Q-Network。 所以,在DoubleDQ-N里面,你的实作方法会是, 你拿真正的Q-Network, 你会update参数的那个Q-Network, 去选Action。 然后,你拿target的Network, 那个固定住不动的Network, 去算Value。 而DoubleDQ-N相较于原来的DQ-N的更动是最少的。 它几乎没有增加任何的运算量。 你看,连新的Network都不用, 因为你原来就有两个Q-Network了。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只有,本来你在找最大的A的时候,你在决定这个A要放哪一个的时候, 你是用Q-Pine来算, 你是用Freeze的Network来算, 你是用Target的Network来算, 现在改成用另外一个会update的Q-Network来算。 这个应该是改一行Code的,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假设今天等一下会讲好几个Tips, 假设今天只选一个Tips的话, 正常的人都是implementDoubleDQ-N这样。 好,所以这个就是轻易的就可以implement, 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尝试的Tips。 好,那第二个Tips呢, 叫做During的DQ-N。 During的DQ-N是什么呢? 其实During的DQ-N也蛮好做的, 相较于原来的DQ-N, 它唯一的差别是改了Network的架构。 等一下你听了, 如果觉得听了有点没有办法跟上的话, 你就要记住一件事, During DQ-N它唯一做的事情是改Network的架构。 也就是改了那个,我们说QNetwork就是InputState, Output就是每一个Action的QValue。 During DQ-N唯一做的事情是改了Network的架构, 其他的演算法你都不要去动它。 During DQ-N它是怎么改了Network的架构呢? 它是这样说的。 现在啊,本来的DQ-N就是直接OutputQValue的值。 现在这个During DQ-N就是下面这个Network的架构, 它不直接OutputQValue的值。 它是怎么做的? 它在做的时候, 它分成两条Path去运算。 第一个Path, 它算出一个Scalar, 那这个Scalar我们叫做V of S。 因为它跟Input S是有关系, 所以叫做V of S。 V of S是一个Scalar。 下面这个呢, 它会Output另外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叫做A of S. 下面这个Vector, 它是每一个Action都有一个Value。 然后你再把这两个东西加起来, 就得到你的QValue。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具体的话, 你总体上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你有一个QN, Inputs配进来, 那首先会Output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叫做V of S, 它就是一个Scalar, 我们就假设它是1.0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Output另外一个Vector。 这个Vector呢, 它是每一个, 它是每一个, 它是那个Dinension跟你的Tension的数目是一样的, 就是它的A1, A2, A3。 那你这边就是Output三个值。 Output三个值。 比如说这边就Output, 这边是1.0, 1.0, 不是10是1.0。 这边Output比如说, 2-20好了, 就随便举个数字。 2-20。 然后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 把这两个值加起来, 所谓加起来, 意思就是说, 把1.0加到第一围, 加到第二围, 加到第三围, 加起来, 变成这个是3-1, A1的QValue, A2的QValue, A3的QValue, 就这样。 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这个很简单, 这个就是改内容的架构, 其他的Trending就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就是你的QValue, 跟之前你怎么用QValue, 现在就怎么用这个内容? 好, 但是接下来你要问的问题就是, 这么改,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想要讲一下说, 这么改,有什么好呢? 好,那我们假设说, 原来的QValue, 它其实就是一个Table, 对不对? 我们假设State是Discrete的, 但实际上State不是Discrete的, 为了说明方便, 我们假设就是, 只有四个不同的State, 只有三个不同的Action, 所以QValue, 你可以看作是一个Table。 好, 那我们说QValue, 加上A of SA, 那V of S 是对不同的State, 它都有一个值, A of SA, 它是对不同的State, 不同的Action, 都有一个值, 那你把这个V的值, 加到A的每一个Column, V的值加到A的每一个Column, V的值加到A的每一个Column, 就得到Q的值。 就是把2加1, 2加-1, 2加0, 就得到312,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所以你就把这一个东西, 给它加上去, 加上去, 加上去, 就得到上面这个, 你把V加上A, 就得到Q。 好,那今天假设说, 你在Table的时候, 你现在的Target, 是希望这个值变成4, 这个值变成0, 但是你实际上能更动的, 并不是Q的值, 你的内容更动的是V跟A的值, V跟A的值, 论据内容的参数, V跟A的值 output, 就直接把它加起来, 所以其实不是更动Q的值, 然后在认内容的时候, 假设你希望这边的值, 这个3增加1变4, 这个-1增加1变成0, 最后你在TrainNetwork的时候, Network可能会选择说, 我们就不要动这个A的值, 我们就动V的值, 把V的值从0变成1, 那你把从0变成1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 本来你只想动这两个东西的值,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第三个值也动了, 所以有可能说你在某一个State, 你明明只Sample到这两个Action, 你没Sample到第三个Action, 但是你其实也可以更动到第三个Action的,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平时就变成,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StateActionPair都Sample过, 你可以用比较Efficient的方式, 去EstimateQValue出来, 因为有时候你Update的时候, 不一定是Update下面这个Table, 而是只Update了VOfS, 但UpdateVOfS的时候只要一改, 所有的值就会跟着改,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去使用你的Data, 这个是DuelingDQN可以带给我们的好处, 那可是接下来有人就会问说, 真的会这么容易吗? 会不会最后认出来的结果是, 反正Machine就学到说, 我们也不要管什么B, B就永远都是0, 然后反正A就等于Q, 那你又没有得到任何DuelingDQN可以带给好处, 让Network倾向于会想要去用V来解问题。 举例来说, 你可以看原始的文献, 它有不同的constraint, 一个最直觉的constraint是, 你必须要让这个A的每一个column的和都是0, 每一个column的值的和都是0, 所以你看我这边决的例子, 我的column的和都是0, 那如果这边column的和都是0, 这边这个V的值, 你就可以想成是上面Q的每一个column的平均值, 这个平均值加上这些值, 才会变成是Q的value, 所以今天假设你发现说你在update参数的时候, 你是要让整个raw一起被update, 你就不会想要update这边, 你就不会想要updateA这个matrix, 因为A这个matrix的每一个column的和都要是0,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让这边的值通通都加1, 这件事做不到, 因为它的constraint就是你不可以, 你的和永远都是要0, 所以你不可以都加1, 这时候就会强迫Network去updateV的值, 然后这样你可以用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去使用你的data, 好, 那实作上怎么做呢? 所以实作上我们刚才说, 你要给这个A一个constraint, 那所以在实际implement的时候, 你会这样implement, 假设现在你的naval的output是732, 就举个例子, 假设你有三个action, 然后在这边output的vector是732, 你在把这个A跟这个V加起来之前, 先加一个normalization, 就好像做那个layer normalization, 加一个normalization, 这个normalization做的事情, 就是把7加3加2加起来等于12, 12除以3等于4, 然后把这边通通减掉10, 变成3-12, 再把3-12加上1.0, 得到最后的q value, 然后这个东西啊, 就是network的一部分, 这样你听得懂吗? 这一个normalization的这个step, 就是network的其中一部分, 在train的时候, 你从这边也是一路back propagate回来的, 只是normalization这一个地方是没有参数的, 它是没有参数, 它就是一个normalization的operation, 但它可以放到network里面, 跟network的其他部分, 就有一个retrain, 这样A就会有比较大的到大的constraint, 这样network就会给它一些benefit, 倾向于去updateB的值。 好,这个是duelingDQN, 这个也算是容易。 好,那其实还有很多技巧可以用, 这边我们就比较快的带过去, 有一个技巧呢, 叫做priority的replay, priority的replay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原来在sample data去train你的q network的时候, 你是uniform的从experience buffer里, 哦,这边没有听错,是buffer, 然后从buffer里面去sample data, 你就是uniform的去sample每一笔data, 那这样不见得是最好的, 因为也许有一些data比较重要呢, 你做不好的那些data。 假设有一些data, 你之前有sample过, 你发现说那笔data的td arrow, 所谓td arrow就是你的network的output 跟target之间的差距, 你的td arrow特别大, 那这些data代表说你在train network的时候, 你是比较train不好的, 那既然比较train不好, 那你就应该给它比较大的几率被sample到, 所以这样在training的时候, 才会考虑那些train不好的training data多次一点, 那这个非常的直觉。 那详细的事实呢, 你再去看一下paper, 那其实等一下助教在讲priority replay的时候会讲更多东西, 因为实际上在做priority replay的时候, 你还不只会更改sampling的process, 你还会因为更改了sampling的process, 你会更改update参数的方法, 那这个我们就留给助教讲就好, 所以priority replay其实并不只是改变了sample data的distribution, 那么简单, 你也会改training的process, 这个我们就不细讲。 那另外一个可以做的方法呢, 是你可以balanceMonte Carlo跟td, 我们刚才讲说Monte Carlo方法跟td的方法, 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劣, 那我们怎么在nc跟td里面取得一个平衡呢?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在std里面, 你只需要存在某个state st, 采取某个actionat, 得到riority, 还有接下来跳到下哪一个state st加以。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不要只存一个step的data, 我们存大n个step的data, 我们记录在st,采取at, 得到rt, 会跳到什么样的st, 一直记录到在n的step以后, 在st加大n, 采取at加大n, 得到reward, rt加大n, 得到跳到state st加大n加1的这个经验, 通通把它存下。 然后实际上你今天在做update的时候, 在做你的qnetwork的learning的时候, 你的learning的方法会是这样, 你learning的时候, 你是要让这个q的stat, 跟你的targetvalue越接近越好。 而你的targetvalue是什么呢? 你的targetvalue是会把从时间t, 一直到t加大n的n个reward, 通通都加起来。 然后你现在的q hat所计算的不是st加1, 而是st加n加1, 你会把大n个step以后的step丢进来, 去计算大n个step以后, 你会得到的reward, 再加上multiplestep的reward, 然后希望你的targetvalue和multiplestep的reward 越接近越好。 那你会发现说这个方法, 它就是nc跟td的结合。 因为它就有nc的好处跟坏处, 也有td的好处跟坏处。 那如果看它的这个好处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sample了比较多的step, 之前是只sample了一个step, 只有某一个step得到的data是real的, 接下来都是q value估测出来的。 现在sample比较多step, sample大n的step才估测value。 所以估测的部分所造成的影响就会比较轻微。 当然它的坏处就跟nc的坏处一样, 因为你的r比较多像, 你把大n向的r加起来, variance就会比较大。 但是你可以去调这个n的值, 去在variance跟不精确的q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那这个就是一个hyperparameter, 你要调这个大n到底是多少。 你是要多sample三步, 还是多sample五步。 这个就跟network structure是一样, 是一个你需要自己调一下的值。 那还有其他的技术, 有一个技术是要improve这个exploration这件事。 我们之前讲的hepsogreedy这样的exploration, 它是在action的space上面加nof。 但是有另外更好的方法叫做noisy name, 它是在参数的space上面加noise。 什么意思? noisy name的意思是说, 每一次在一个episode开始的时候, 你要跟环境互动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q function拿出来。 q function里面其实就是一个network, 你把那个network拿出来。 在network的每一个参数上面, 加上一个gaussian noise, 加上gaussian noise, 那就把原来的q function变成q delta。 因为qf已经用过,qf是那个target network, 我们用q delta来代表一个noisy的q function。 那我们把每一个参数都可能都加上一个gaussian noise, 你就得到一个新的network, 叫做q delta。 那这边要注意的事情是, 我们每次在sample noise的时候, 要注意在每一个episode开始的时候, 我们才sample network。 让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在每个episode开始的时候, 在跟环境互动之前, 我们就sample network, 接下来你就会用这个固定住的noisy network, 去玩这个游戏, 直到游戏结束, 你才重新再去sample新的noise。 那这个方法神奇的地方就是, OpenAI跟dipmind又在同时间propose的一模一样的方法, 通通都published在iClear 2018, 然后两篇paper的方法就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去加noise。 那我记得OpenAI加的方法好像比较简单, 它就直接加一个gaussian noise, 就结束了。 你把每一个参数每一个wait都加一个gaussian noise, 就结束了。 然后Deepmind他们做的比较复杂, 他们的noise是由一组参数控制的, 也就是说network可以自己决定说, 它那个noise要加多大。 但是概念就是一样的, 总之你就是把你的q function里面的那个network, 加上一些noise, 把它变得有点不一样, 跟原来的q function不一样, 然后拿去跟环境做互动。 那两篇paper里面都有强调说, 你这个参数虽然会加noise, 但在同一个episode里面, 你的参数就是固定的。 你是在换episode, 玩第二场新的游戏的时候, 你才会重新sample noise, 在同一场游戏里面, 就是同一个noisy的q network, 在玩那一场游戏。 这件事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导致了, 为什么在network, 这个方法, noisy net, 跟原来的action规律, 或是其他在action上做sample, 本质上的差异。 有什么叫本质上的差异呢? 在原来的sample的方法, 比如说action规律里面, 就算是给同样的state, 你的agent采取的action, 也不一定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你是用sample决定的, 基本同一个state, 你如果sample到说, 要根据q function的network, 你会得到一个action, 你sample到random, 你会采取另外一个action。 所以given他的state, 如果你今天是用exion规律的方法, 他得到的action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想想看, 实际上你的policy, 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在一个真实世界的policy, 给同样的state, 他应该会有同样的回应, 而不是给同样的state, 他其实有时候是q function, 然后有时候又是随机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奇怪的, 不正常的action, 是在真实的情况下, 不会出现的action。 但是如果你是在q function上面, 去加noise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情形。 因为如果你今天, 在q function上加noise, 在q function的network的参数上加noise, 在整个互动的过程中, 在一个同一个episode里面, 它的network的参数总是固定的。 所以看到同样的state, 或是相似的state, 就会采取同样的action, 就会采取同样的action。 那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那在paper里面有说, 这个叫做state dependent exploration, 也就是说, 你虽然会做explore这件事, 但你的explore是跟state有关系的。 看到同样的state, 你就会采取同样的exploration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在explore你的环境的时候, 你是用一个比较consistent, 一致的方式去测试这个环境。 也就是上面, 如果你是noisy action, 你只是随机乱事。 但是如果你是在参数下这样noise, 那在同个episode里面, 里面你的参数是固定的, 那你就是有系统的在尝试。 就每次会试说, 在某一个state, 我都向左试试看。 然后在下一次, 在玩这个同样的游戏的时候, 看到同样的state, 你就说, 我再向右试试看。 你是有系统的在explore这个环境。 好, 那这边这个实验, 我记得是OpenAI的实验, 他们就想要告诉你说, 用noisy net的方法是真的好。 左边这个呢, 是epsilon greedy的方法, 右边这个是noisy net的方法, 那希望训练这个狗开始奔跑。 那左边这个方法, 虽然那狗最后也可以学会奔跑, 但是因为可能exploration的方法不太对, 所以他没真的到学到好的奔跑的方式, 他是用一个没有效率的方法在奔跑。 他发现右边的跑比较快, 因为他已经跑到黑色的区域了, 左边那个还没有跑到黑色的区域, 他跑比较慢。 右边的是用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在奔跑。 好,那这些方法综合起来, 还没有讲完。 好,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distributional的q function, 我们就不讲它的细节, 就是它的大概念。 那distributional q function, 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但是它没有红起来, 就发现没有太多人真的在实做的时候用这个技术, 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好实做。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说,我们说q function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说q function是accumulated reward的期望值。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这个q value, 它其实是一个期望值。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在某一个state采取某一个action的时候, 因为环境是有随机性, 在某一个state采取某一个action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把所有的reward, 玩到游戏结束的时候, 所有的reward进行一个统计, 你其实得到的是一个distribution。 也许在reward得到0的几率很高, 在负时的几率比较低, 在正时的几率比较低, 但是它是一个distribution。 那这个q value代表只是说, 我们对这一个distribution算它的mean, 才是这一个q value, 我们算出来是expected accumulated reward。 真的accumulated reward是一个distribution, 对它取exploitation,对它取mean, 你得到了q value。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不同的distribution, 它们其实可以有同样的mean, 也许真正的distribution是这个样子, 它算出来的mean, 跟这个distribution算出来的mean, 其实是一样的, 但它们背后所代表的distribution,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假设我们只用一个expected的q value来代表整个reward的话, 其实可能是有一些information是lost的, 你没有办法model这个, 你没有办法model reward的distribution。 所以今天distributional的q function, 它想要做的事情是model distribution。 所以怎么做? 在原来的q function里面, 假设你只能够采取a1,a2,a3,三个action, 那你就是input一个state, output三个value,三个value分别代表三个action的q value, 但这个q value是一个distribution的期望值。 所以今天distributionalq function它的idea就是, 何不直接output那个distribution? 但是要实际上output一个distribution, 你不知道怎么做嘛,对不对? 那实际上的做法是说, 假设distribution的值就分布在某一个range里面, 比如说-10到10, 要把-10到10中间拆成一个一个的bin, 拆成一个一个的长条图, 拆成一个一个bin。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每一个action, 我们把reward的space就拆成五个bin, 拆成五个bin。 那这边的做法就是, 假设每一个action拆成五个, 假设reward可以拆成五个bin的话, 今天你的q function的output是要预测说, 在某一个bin里面, 你在某一个state采取某一个action, 你得到的reward落在某一个bin里面的几率。 所以其实这边的几率的核, 这些绿色的bar的核应该是1, 它的核应该是1, 它的核应该是1。 它的高度代表说, 在某一个state采取某一个action, 的时候它落在某一个bin的几率。 这边绿色的代表action1, 红色代表action2, 蓝色的代表action3。 所以今天你就可以真的用q function 去estimate a1的distribution, a2的distribution, a3的distribution。 但实际上在做testing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选某一个action去执行。 那选哪一个action呢? 实际上在做的时候, 它还是选这个min最大的那个action去执行。 但是假设我们今天可以modeldistribution的话, 除了选min最大的以外, 也许在未来你可以有更多其他的应用。 举例来说, 你可以考虑它的distribution长什么样子。 如果distribution variance很大, 代表说采取这个action, 虽然min可能平均的人可能不错, 但也许风险很高。 你可以train一个neward, 它是可以规避风险的。 就在两个action,min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也许它可以选一个风险比较小的action来执行。 好,这是distribution of q function的好处。 那细节怎么train这样的q network, 我们就不讲。 你都要记得说, 反正q network用办法up一个distribution就对了, 我们可以不只是估测min的值, 我们不只是估测得到了期望reward的min的值, 我们其实是可以估测一个distribution的。 好,那下一页呢, 这个是一个demo, 就是要告诉你说, 用这个技术真的可以估测distribution, 那是在文献上找到的结果。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demo想要显示的是说, 左边是机器看到的游戏画面是state, 右边就是rewarddistribution。 你要注意一下, 其实每一个action都有一个自己的distribution。 那只是因为现在不同的action, 他们的distribution其实可能也没, 哦,我的滑鼠不见, 哦,在这边。 不同的action, 它的distribution其实也没差不多那么多, 所以他们是盖在一起的, 但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颜色, 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颜色, 不同的action, 每一个action都有一个自己的distribution。 那你看这个distribution就会发现说, 它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它的distribution是怎么样的状况。 不然在游戏开始的时候, 通常,in general而言, 你的distribution是比较偏右边的, 因为你得到的reward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接下来还有很多怪可以杀, 但随着怪越杀越对, 不然distribution逐渐向左偏, 橘色,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防护罩。 诶,怎么会突然, 它是从头开始的,是不是? 橘色是防护罩, 对,它很笨,它是自己的防护罩。 你会看到右边的distribution, 就逐渐的往左偏。 你会发现防护罩不见了,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发现, 在reward是零的地方, 有时候会暴增, 有时候会暴增, 为什么? 因为防护罩不见了, 所以它很容易就死掉, 只要一死,reward就是零, 下一个时间点就结束, reward就是零。 所以你仔细观察一下, 有时候在reward是零, 那边会出来有个暴增, 会有个peak, 会有个peak, 会有个peak。 它很厉害, 它轻怪轻弯的, 但可以打第二场。 带空船, 就上面吗? 他们应该会攻击啊, 有时候没有攻击哦? 应该会攻击吧? 它就向左, 那现在怪越来越少, 就开始, distribution就向左, 向左。 他们也, 咦? 上面怎么不射子弹? 那它墨越来越下来, 这样会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清自己的防护罩呢? 现在防护罩不见了, 就很危险, 所以reward都会变得像左偏, 很危险快死了, 快死了, 然后最后就死了。 好, 那最后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叫做rainbow的技术, 就是rainbow这个技术什么呢? rainbow这个技术就是, 把刚才所有的方法通通综合起来, 就变成rainbow, 因为刚才每一个方法就是有一种自己的颜色, 把所有的颜色通通合起来, 就变成rainbow, 我来算算看是不是真的有所有的方法, 就我仔细算一下, 不是才六种方法而已吗? 为什么你会变成是七色, 也许它满开的技术也算是一种方法。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不同的方法, 这个灰色这一条, 这个纵轴就是你玩, 这个横轴是你整个training的process, 那纵轴呢? 纵轴是玩了十几个Atari小游戏的平均分数的盒, 这样子, 大家取的是medium的分数, 为什么是取medium不是直接取平均呢? 因为它说, 每一个小游戏的分数其实差很多, 如果取平均的话, 到时候某几个游戏就多门了一个结果, 但是取medium的成果。 好, 那这个, 如果你是一般的DQN, 就灰色这一条线, 就没有很强, 没有很强。 好, 那如果是你换noisy的DQN, 就强很多。 然后如果这边每一个单一颜色的线, 是代表说只用某一个方法, 那紫色这条线是DDQN, DoubleDQN, 当然你们看蛮有效, 你换DoubleDQN, 就从灰色这条线跳成紫色这条线。 然后PrioritizeDQN, DuringDQN, 还有DistributionalDQN都蛮强的, 都蛮强的。 那这边有个A3C, A3C, A3C, 其实是Experity的方法, 这个我们下周会讲, 那单纯的A3C, 看起来是比DQN强的。 所以发现这边怎么没有Multi-Step的方法, 他们讲的Multi-Step的方法, 就Balance TD跟NC, 我猜是因为A3C本身内部就有做Multi-Step的方法, 所以他可能觉得说有ImplementA3C, 就算是有ImplementMulti-Step的方法。 所以可以把A3C的结果讲成是Multi-Step的方法。 而最后,其实这些方法它们本身之间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全部都用上去, 就变成七彩的一个方法, 就叫做Rainbow, 然后它很高这样, 它很高。 这是Rainbow的第一张图, 这是下一张图, 这张图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张图要说的事情是说, 在Rainbow这一个方法里面, 如果我们每次拿掉其中一个技术, 到底差多少? 因为现在是说把所有的方法统统倒在一起, 发现进步很多, 但会不会有些方法其实是没用的。 所以看看哪些方法特别有用, 哪些方法特别没用。 所以这边的虚线就是, 拿掉某一种方法以后的结果。 可以发现说, 黄色拿掉Multi-Time-Step, 掉很多, Rainbow是彩色这一条, 拿掉Multi-Time-Step, 马上就掉到这里。 然后拿掉Priority-Replay, 也马上就掉下来。 拿掉Distribution, 它也就掉下来。 而且有趣的地方是说, 在开始的时候, Distribution训练的方法跟其他方法的速度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拿掉Distribution的时候, 你的训练不会变慢, 但是你最后的Performance 最后会收敛在比较差的地方。 然后拿掉Noise-Net performance也是差一点, 拿掉During也是差一点, 然后拿掉Double没什么用。 拿掉Double没什么差, 所以看来全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Double是比较没有影响。 其实在Priority里面有给一个make sense的解释。 它说, 其实当你有用Distributional的DQN的时候, 本质上就不会overestimate你的reward。 因为我们之所以用Double的理由, 是因为害怕会overestimate reward。 因为避免overestimate reward才加了DoubleDQN。 那在Priority里面有讲说, 如果有做Distributional的DQN, 就比较不会有overestimate的结果。 事实上它有真的算了一下发现说, 它其实多数的状况是underestimate reward的, 所以会变成DoubleDQN没有用。 那为什么做Distributional的DQN, 不会overestimate reward, 反过underestimate reward呢? 因为可能是说, 现在它的DistributionalDQN, 我们不是说它output是一个distribution的range吗? 所以你output的那个range, 不可能是无限宽的。 你一定是设一个range, 比如说我最大我的output的range就是从-10到10。 那假设今天得到的reward超过10, 怎么办是100, 怎么办? 就当作我没看到这件事。 所以会变成说reward很极端的值, 很大的值, 其实会被丢掉的。 所以变成说你今天用DistributionalDQN的时候, 你不会有overestimate的现象, 反而有underestimate的形象就是了。 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 现在是五点了, 接下来就请助教来讲一下作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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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